經過一切病床的經驗以後 發現出了這個死病病是非常好 所以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很多受到疾病的痛苦 可以有效的解決 我們看一下剛才這個肝病 大家都知道每年因為肝病死活 剛才大概有七千 那肝病化來實現 現在比較少 比較低肝的疫苗還有治療進步 所以現在很多肝病化的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肝病 另外還有其他肝病 大概就一萬多個人 因為一年大概全國的死亡人 大概十五萬到十六萬之間 就有一萬多個人是因為肝病相關的死亡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 所以說為什麼這種肝病 是怎麼造的 那肝病的種類呢 就是肝炎 很多就是有肝炎來肝 肝炎就是有病毒、病毒、病毒 所以今天還有其他一大堆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要講幾個 是病毒的裡面有 A、B、C肝 A、B、C肌 那其中B、C肝可以造成慢性肝 A、B肝我們已經跟基地混鬥了好幾十年 那目前的取得像他跑步成為B肝的疫苗 所以這個部分是比較難 那最重要的是這個C肌肝 這個C肝肝在台灣 現在目前是可以說是 我個人覺得已經比B肝要嚴重 尤其是在南部 南部的地方 那 那 這會被翻新的 A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是口經口傳染的 那B的話呢 就要負在B上面 所以只要幫B控制 大概D就沒有了 好 那我們現在這種年代 就是C型肝炎是一種病毒肝炎 它是經流血液傳染 要不然就是輸血 要不然就是不肝炎的症 好 那麼勾炸期待 就沒有拋棄 讓它 好 以前的人呢 不會是南部的大圍律區 這邊來感染的 好 或者是消毒沒有我們以前的外科 或牙科的器械 好 那以前呢 都是針繡煮的 用水煮的 一百度 一百度上市 膝肝面爐 好 所以 所以這個 前面一個病人拿一大針 後面那個再拿再拿 萬一前面有人 就一個傳一個 就是 會變成這樣子的情況 另外有些 穿耳洞 還有注射毒品 還有其他不知道原因的 傳染的人 就有些人夢想就傳染到 但是應該注意到 也不知道 有人去做針灸 有人去大陸去做針灸 那可能就是消毒不完全 或是 就會長出來了 但是呢 感染以後大部分都沒有症狀 你需要厭缺 才知道 那西井甘野的分布呢 這有各種 我們現在西井甘野 現在有六個基因型 現在有第七個出來 但是在台灣 這個都 最重要的不太有 所以這六個基因型 才比較常見到 大概有 1.7億人 到2.4億人的感染 每個全球的國家都 是一個現在的西井甘野市 剛剛我們現在勸過他 全球大概有70億的人 裡面就大概有這麼多人 感染到西井甘野 那全球的基因是 第一跟第三比較多 紅色是第一 三是綠色的 那台灣的情況呢 台灣的情況是 大概感染是2到4% 大概是40萬到80萬 所以發生有點高估 40%可能是在 南部比較多 不過anyway大概這40萬 就要做理由 病人很大 多年比較大 60歲以上 那他主要是第一型 跟第二型 一、二型比較多 大概大概大概90 25歲以上 95歲以上 那剩下的也是有 一些三型、六型 偶爾會遇到 一些基督的 就打症的能力 就是比較多 六型、三型 比較多 但是大部分呢 還是一、二型 在台灣 他的感染過程就是這樣 病人而進來 一般來講 他病人已經打到超過30 一般是女性感染過程 之後比較年輕 他慢慢慢慢變 所以很多 他年輕不知道 他年齡大了 六、七十、二、七十歲 奇怪為什麼會感應嗎 還是他年輕的時候 就沒檢查了 知道 所以在正常的感染 如果你感染的話 他會有一個急性的發炎 那這急性發炎 病人不一定有症狀 所謂一屆的症狀 或是一屆的症狀 那百分之二十的病人 會執行痊癌 15到20% 所以有時候我們檢查 你有感染過 但是 也沒有病毒 這就是 但是大部分呢 就是超過八成以上 他就是百分之二十 非常賣服的基性感染 那其中有百分之二十 會進行到感染化 那這個感染化 就會變成感染症 那每年他會有疫苗 大概有5%的感染 你這個感染化 你這個感染化 你一直追蹤一下 就有感染 那這個感染症 那這個感染治療 如果你治療太晚 或者再摔跡都會死掉 那如果是南西有喝酒的話 你看到就會更快 要二十年 可能就會進行到這 所以大哥 他的感染過程是怎麼樣 那這是很著名的 肺炎三部群 就是正常的肝臟 然後他開始發炎 就尖門化了 然後就是 再過來就感染化 就跟肝炎的階段 感染化 那肝癌的話 會產生肝 肝硬化會產生肝癌 會產生失常性的肝硬化 可是失常性的肝硬化 就變成有墨水 就會滷血 肝溫瓏膽等等 這就會跑出來 那最常見的就是 很多都是先複水出來 然後 有些會失照性脈 有些的礦彈會跑出來 然後最後是肝酷的礦彈化 那肝硬化的情況呢 有些 就是所謂 有能夠帶喪的肝硬化 帶喪的礦彈化 就是肝酷的看起來都還正常 可是你做一些檢查 現在穿過了 檢查可以 做肝酷硬化的檢查 或者驗血 可以知道都可以硬化 這是末期 末期 看到她肝酷硬化 複水發展 然後就肚酷 摸起了肝硬化 真的沒有 就是在我們以前 是她看到的 那新型肝硬 因為她 在差不多十多年前 開始有些治療 有些治療 就是肝酷出的事 有些會治療 所以經過很恐激 你發現 如果你沒有治癒的話 因為肝臟假設這條線就是你沒有治療人 他的死亡率隨著時間的增加 這件事你的問題 他就會一路上去創作 但到十年的話可能到二十五歲 如果有治療的病人 他這個死亡率會差很多 那肝臟化中膩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治癒就是一路上來 但是如果治癒的話就OK 所以不怪 那其他的相關基因也是一樣 其他不是只有死肝 這邊沒有劣距下來 因為膝肝和腎臟的問題都會產生 那麼在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台灣的目前大概現在 膝肝的流行病血大概都已經差不多出來了 這是膝肝地圖 膝肝地圖 越深色就是越中災區 那中災區是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到 你這樣 你這樣 這邊很重 接近雲林嘉義 雲林 雲林 雲林支隊最可怕 那個紅色的就超過十個勝 然後台南在這裡 但台南在這裡 這就是台南市 以前的台南市 那你把台南市幾 台南市只剩一大塊 但是這以前是台南縣 那也是為什麼台南縣的地圖這麼清楚 因為台南縣以前有一個衛生局長 風狂衛生局長 如果大家認識的 他就做那個 全鄉鎮的那個 地區幹的一個 一個篩檢 所以他篩檢的量非常大 做了幾十萬人 二三四萬人 那台南市呢 沒有做 那台南市其實也做了 我們醫院有做 我們之前在早期的時候有做 但是我們的能力有效 那時候做免費 大概多了一萬多個 那這部分呢 北部呢只有一個重災區 這個叫苗栗 那北部呢 一型多 二型少一點 那南部是一二型差不多 好 那台南市這個是我們醫院做的 我們醫院做的 只有安蘭好像沒有做 那安蘭最近那個 這個幹藏基金委的運作 裡面喔 最特別的是安蘭區 安蘭區很高 安蘭區很高 其他的呢 像東區是比較少的 南區三到五八 這邊因為他量 都一千多個經濟 大概也不在二八左右 大概是差不多難 這台南市舊的 這個台南市區是 比較嚴重 但是安蘭區很嚴重 那後來查出來是 是因為有一個 有一個診所的關係 我現在已經異業了 那麼治療呢 就是傳統的安蘭區 加上一個 美巴維也的治療 但是呢 治療的時間至少要半年 很多還要硬 那第一型的效果不好 只有七成 第二型比較好 還有九成 但是要打完 也不太容易 許多不作用很多 耐受不好 大概有15%到20%的變化 大概會中途放棄掉 那2014年齁 才開始有這個全口的 新抗品比較好 這2014是在美國 開始上市 讓我們的 台灣也是2015 開始可以買得到 可以買到 要抓難進口 這年代非常貴 那它的好處是 負責量低 腰小高 但是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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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高 從這個時代 我們就開始做治療了 那時候用短效的抗生素治療 能功能力很差 就10%以下 那時候我們做的 都很灰心 在九一年時代 我們當然在做 有少部份的病人會好 大概一成的病人會好 大概是現在可以講起來 大概是第二型的 但是 但是也沒有這個運行的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把干擾處是要自費的 自費的要達到12週 12個月的話 延長制高會倒入將近兩成 但是 這個費用不非常的高 我們那時候都說 就是病人 發錢買醉受 病都不會好 實在是在這 一直到了1998年代 有這個雷霸威革命使用 就是類似紀委的 它的成功率 大概就會達到 5成左右 大概5成6成 這個是國外的Data 國外比較差一點 都差 台灣的病人比較好治療 大概多10%左右 然後 後來就長效的出來了 那麼被達到6成 然後到 到了這個 2011年 再加上口服的 新的口服的抗病毒藥 但是還是要配合 可以按照出治療 可以達到7成 然後後來 在這個研發非常快 這個到了 在每幾年的時間內 我們那幾年 每年去參加這個國外的醫學會 它都有新的要素 一直都有新的要素 那 都在發展這個 可以達到9成 那目前呢 你又要拿出來 沒有9成5以上的效果 9成5是多可怕呢 是 是很可怕的吧 是幾乎每個都會好 有看他吃了 他就好 這是全口服的 在抗病毒藥物 在目前來講 2016年以後 你如果沒有 95%以上的 就在臨床試驗 沒有到95% 你都不要拿出來 拿出來的為人來笑 而且很多都只要12週 那有些是要6週 那以前沒有辦法接受 干擾出治療的原因 是哪些呢 第一個 就是 最多是病人害怕護作用 另外有些是治療 如果他護作用 我要抖 還停藥 他會有17 剛剛講的 像20% 一般是會教訟一些選別的問題 一方面 有些會有精神科的問題 還有其他的一些護作用病的護作用 調酷刮等等 那另外少數是健保病毒 健保有一些問題 就是 就是目前 現在他是知道 肝功能正常 還有護作用 那還有當然 還有其他病人 沒有辦法 沒有病少不想治療 這些 都是會造成我們一起的治療 那最主要的原因 超過三成 超過五成以上 就是因為護作用的關係 要不是太怕護作用 就是他的 產生護作用打不下去 目前大概有30萬人需要治療 健保肌還是給肝功能 第一型的效果不錯 現在肝功能 就是第一型效果 但是第二型還不錯 那是護作用 全新的口服藥 就是今天要介紹的 改變的我們治療之一 全新的口服藥在台灣是怎樣 現在目前有三家的藥草 四種藥 最近留有一家藥草進去 現在應該是四家藥草 都是 değer到無 weak 這個每個的表示 是希望肩膀制度 但是政府沒有裁員 所以現在還有一條路就是走學民 不過呢 在今年的1月開始 就過年前 政府就開始也入了一部分 他的費用都好 這兩三加要求 我們先看以前的家庭職貴 兩百幾萬而已 一百幾萬而已 一百幾萬而已 然後呢 健保要把他壓到二十五萬 這一家不肯妥協 所以他沒有進入 為什麼他不會因為他是可以進 治療比較 甘衰竭的命 然後而且他是第二型的 可以治療 這兩家屈服妥協就進到健保 因為他進到健保就二十五萬了 所以他的支援價也變得降價 那最佳也變得 兩百幾萬 但是目前他還是最軌 七十萬到八十萬 可以看到 試用機型是 這個有異型的 現在目前我們現在用的就是 這兩家是異型的 這個是有十二週有二十四週 健保幾乎是有的 這個用這個藥都要小心 有乾功能異常來產生 最近有一個報紙有時候出問題 沒有選好病人 所以他 我們 台台在我們那時候在支援時代 我們台南市醫院的 實用經驗給大家看一下 他是去年 2015年10月開始到 9月 勇士支援病人 那為什麼是9月後面就沒有 比較沒有支援的 因為9月的時候 他就宣布說明年要用健保幾乎 所以大家都停下來 另外一個是 有錢的人都用完了 增加都比較沒錢了 那就沒有辦法 那我男女大概十四 二十六 年齡高至年紀大部分 六十歲以上 那其中有 有二十三個病人 合併有肝癌 之前接受 失敗的有蘇格 這三十七點 那基因性肝癌是一二歲多 那也有 兩種的病人 那這些病人 全部都接受完 六三到六個月 都可以接受完 沒有人一定要的 所有病人在外 都接受不到 但是只有一個病人 他停掉三個月之後 病毒再化 所以這個 定義來講 這個是失敗的 依照定義 成功率就是97.5 但是呢 很奇怪就是這個病人 在停掉九個月以後 奇怪 剛剛問都正常 我們再把他驗了一次 咦 他有沒有了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 到底算是認真 好 但是說話來講 如果四十個病人 到目前為止 就是停掉以後 已經超過三個月 一般是停要三個月 念不到病毒就是好 那現在已經停要都超過 快要 每一個都超過三個月了 那很多都超過六個月 就是完全都沒有病 所以這個肌肝的病毒 治療的這個藥物 真的是太神奇了 病人 該功能全部都改善 全部都改善 所以呢 那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這個先生 他就會 來跟大家分享 他其實是 肌肝已經超過二十 很長 經過兩次的治療 沒有成功 失敗 他病人其實 104年來治療的時候 但是去年來治療 還是有護水 進入市場 所以他是第一 但是我們經過選擇 這個可惡 當然他花了很多錢 但是他現在改善 醫生的 為了一直 現在目前也沒有護水 沒有消失 待會大家可以去 請問他的經驗 但是 就是不要照人家下法案 最好不要寫人家的名字 就聽人家的名字 他提供分析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就是 1月24號西肝列入 檢查提出的新聞很大 他讓每年可減少300個肝癌的病患 然後這個 他是預估要給8千個醫癌 他今天提過20億 20億 都一個25萬 但是他條件嚴格 他要只能第一型 就剛剛講過 那個第二型跟他不進 要死 失敗的 要失敗 而且要完成 就是失敗包括 是完成療程 你不能多度最後 要有他不算 要完成療程 比如說你打完六個月 或打完一年 病毒還在或不怕 耐受不佳的不算 因為他怕沒有 怕這個錢不夠 所以他用光纖綿起來很麻煩 那其實比較麻煩的是 他要纖維化 嚴重度到F303 但是呢 又不能太差喔 只能A級的 就A級 像剛剛那位針電的話 就不行了 他是屬於B級用會出次 然後西肝的第二型就沒有了 因此就兩家 他可以選擇 但是要 要有嚴重 又不很嚴重 真的是 所以 大概目前為止 三個多月 已經有2600個左右 這個是5月7號 昨天 他每天都會公告 昨天禮拜天 大概沒有出家 今天會再出家 其實目前 使用2600個 因為他很嚴格 沒有想到說 用的人大概不到3000個 8000個名額 這是醫院 醫院有6800個名額 目前還有4000多 所以他 只有3000 那所以 目前的條件 就是 太差的 也不行 太好也不行 所以 條件太嚴格了 而且沒打到干擾處 也不行 所以他5月 可能是下禮拜 才會開放 開放給 還是一樣 嚴格 但是呢 不一定要打干擾處 沒有打干擾處 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 大概有多少 大概是兩倍的量 所以今年這個8000個名額 可能就會用完 所以他是為提早 況犯犯幾乎 這是最近的新聞 這是5月3號的 是很小 所以 沒關係大家知道 5月10下禮拜 但是呢 這個現在健保的要求 就是要小心 就是 最近 有報告說 首例疑似致死案 就是用了以後 照著開發解 那這是因為那個病人的 看控器 是在A級跟B中間 跳來跳去 那 如果不小心權責的話 就會出事 所以 即時事件 可以用的 意思是要 真的要仔細的評估 所以 如果要降低吸情感 以及嚴重 或者即時 最好要設定就是什麼 以前我們都叫別人 要多休息 要追蹤 現在最好 就是把他治癒好 治癒好就好 治癒好就好 很多後面的事情都沒有了 好 那 如果你是發現吸酒瓣 你一定要再完整的 治療追蹤計劃 因為目前來講 有很多要效 我們幾乎可以 首先呢 一到六行 只要沒有經濟上的問題 的話 我幾乎可以保證 可以把你治療好 這是在我們這個 現代的醫療裡面 沒有一個藥槍這麼好的 這個是很神奇 有些病人 他二十幾年 二十年都是紅痣 一個月吃下去 就變黑痣了 那目前有部分健管器 所以不論健管器 不得病人 你要趕快請醫師去 來評估一下 但這個治癒還是很神奇 因為現在這個藥 因為他現在都比較嚴重的病人 因為他有時候會 因為他在肝臟太血 會造成有一些肝臟的困難 有些肝臟太差的 反而會造成太快血 所以這個要小心 那智慧的藥價也要先做了 藥價已經降低了 降低很多 如果不符合健保的附近 肥負的條件 如果你的經濟狀況取得的話 會來醫用智慧的使用也會好 那如果你不是很急的話 也許可以等 為了我急 多急 但其實老實講 在醫療的來講 是越早治療越好 只是現實的狀況下 就是經濟的問題 是造成目前的膝蓋 沒有辦法全部治療的原因 那即使你治療好了 還是要追蹤 為什麼 因為你治療好 雖然他的肝臟的 這個機率下降很多 但是呢 還是有 還是比沒有膝蓋的人 沒有感染過的人 還是來的高 所以還是要定期的追蹤 那 尤其是口服抗病毒的最好 因為我們的經驗 都還 時間還不是很長 最多的也都是由 像國外來講 也是 到現在也才三四年 那還是需要 做長期的追蹤 那一定要在 定期的追蹤才有可能 就算你展正幹來的話 也在很早期 就可以處理掉了 所以目前來講 大概時間的話 只要是這樣 結果就是說 你隨著科技的進步 你的細心肝也 可以完全治癒 可能情況不同 但是 最重要還是要 專業的醫師團隊 可以做兩次打造 那除了醫師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一些 專科護理師 一些個管師也是很重要 他幫你看個 然後這些藥物 還有一些 藥物交互作用 要使用的時候 都要小心 那治療成功 還要定期追蹤 然後治癒好每一個 時間點這樣不是夢想 未來是可以達到的 所以呢 你看喔 你要找這個治療機器 你要找好的老師 你帶你去認證 不好的話 就往去容顏了 那世界衛生組織 在去年 他定下目標 2030年要消滅 低情及吸引概念 這是WHO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一個MISSION 它的熱物是 2030年 低吸引概念 要消滅掉 那這個目標 會不會達到呢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再過幾年 這個料價再降低的話 就可以 有可能 以上簡單的報告 謝謝 我們先開放一個問題 你讓我來看 好看 好看